有人说IWC曼国标是没有女装的 其实是不是呢? 或者有人说Shopar是没有男装的 那又是不是呢? 其实也有的 看看你能否找到 但当然要承认数量上一定是少一点 或者其一的原因就是数量本身少 第二就是最Iconic 最标志性的那些款 就不是那个类别 即IWC最Iconic 就不是女装款 或者反过来 Shopar消邦标最Iconic是Happy Diamond 即是那些鑽石可以跳的 Happy Sport 或者叫Happy Sport 或者是Happy Diamond也可以 就比较小一点 就是这样 感觉上觉得 咦? 男装标会不会是少一点 或者这个你看着一只IWC pilot 飞行员 或者一些工程师 你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女装款 但是 近这十几年 IWC已经没有石英标 以前应该出过 近这十几年真是绝绩 Shopar石英标仍然是有的 有不少的 两个牌子有不同的定位策略 所以呢 这一只是Portofino Portofino 是IWC六大系列的其中一个 比较斯文标的系列 男装大家都见得多 就大一点 这一只尺寸是三十七 三十八 大概三十八 但是呢 很难说是男装标 因为 又不仅是尺寸的 整个珍珠背壳面 石圈石字 整个配搭 一定是女士来戴的 皮带 也是短一点 跟一般的 男装皮带不同 背壳面是白色背壳 然后呢 他也保留了Portofino 整个设计DNA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在我看这么多牌子里面 比较 在系列方面 有一个鲜明 比较鲜明的分野 其实呢 也是很清晰的 其实IWC 是做得不错的 反而呢 某些其他牌子 好像 无端端又拆了一个系列 但其实 这个系列和这个系列 又不是说差得很远 大家都是Jazz Watch 可能鱼也差一点点 但IWC 其一 他一定要保留一些 很标志性的设计元素 包括鱼和指针的做法 才可以成全到 那个 是有一个文化的DNA 就是Portofino 就是有Portofino的特性 跟其他 比如飞行员 或者是葡萄牙 葡萄牙一定是 你认得 那些数字呢 就一定是葡萄牙 除了一个鱼形 是不同之外 整支标 除了三针之外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GMT功能 他真的 拉一下就 教过Time Zone 里面 收了一个很小的GMT 的 一个Chapter Ring 在里面 不是太阻碍到整个背殻面 是一个很小的 很薄的 你可以当它好像分钟 就不会太厉害到 我们欣赏背殻面的 一个效果 最重头戏 就是整支石圈 这支标是钢 物底设计 今天这支定价 是 刚好是十万元的一支 Portofino女装背殻GMT 加石圈石字